一集之后,大概就是做完的结果 其实就是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就按下它,它就自动做完,一个按钮就清除 就两个功能 那可是要怎么样让那个按钮产生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啦,反正以后呢,如果你 只要工作重复性的话,你可以把它变成按钮,按一下就完成嘛 另外一个清除,就两个按钮 那这两个按钮怎么做出来,基本上它就是利用程式的方式写出来的 那我们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用录制聚集 就是你不用写程式 一次也帮你写 然后你再自己产生按钮 就完成 另外一个是你要自己写 也可以 不过当然对过来说,程式你还不会写嘛,所以怎么办呢 先学会录制聚集,产生按钮 怎么做? 一样先把刚刚的部分 先做完 但是你不用把公式删掉 因为保留就可以了,我们只要做动作把它录下来就可以了 做动作录下来 最特别重要,等一下你要做的动作 尽量先彩排一下 其他彩排就是你要先确定你的动作的连贯性是OK的 不要做到一半然后再想好像做错了 因为做错了你等于录进去了嘛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动作大概是 有几个步骤 第一,请你油标一定要放外面 要直接放这里 为什么?因为我要录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是说我油标要放这里 它会帮你录出一行 就是Range 比如说E4的出售 E4-Select 它会帮你录一行 然后再来是把公式放到那个里面 然后你把它填进去之后向下停满 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 那怎么录? 第一个步骤请录出一下 E7把上面会有一个要开发人员的标签 的页面照出来 那这个功能是隐藏功能 因为 理论上大部分人其实不需要开发人员 因为你不是开发人员 所以你不需要 所以但是你如果要 录制聚齐的话 那就要把那个开发人员标签给交出来 那它放哪里呢? 1 上面有个小小的箭头 机关在这里 2 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点进来之后 上面有个叫制定功能区 这个 请你把开发人员这边打勾 OK 所以基本上 大概步骤不会太多 这边 其他命令然后进到这边来 制定功能区把这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你按确定 你会发现了 你上面这边会多一个 开发人员的标签 按进来之后 你就会有开发人员需要的功能 那当然理论上一般人不会把它打开 那什么时候会打开呢 就是 你要变成开发人员的时候 你就会把它打开 所以你把它打开了 表示呢 你已经即将变成一个开发人员 那开发人员当然呢 整个 使用以色友的观念就要慢慢要不一样 OK 所以你们就是打开了 那你就是要有一个新准备 你会变成一个开发人员 开发人员跟一般的应用人员是不一样的 应用的话是 别人做好给你用 但是开发的话是你设计出来 除了给自己用之外 你也可以给别人用 所以设计人才 商量未接啦 是不一样的 未来就是很需要的 就是大量的设计人才 因为台湾应用方面 比较劳力性质的工作 慢慢会被取代掉 所以 可能未来 你们还是要往这方面发展 第一个 另外的话你也可以去观察一下 你的同事 他们也是有 到底有没有把开发人员叫出来 是有同学 同学就来上课 因为每个人都有开发人员 只有他们也有 所以他有那个 蛮大的压力 好那开发人员叫出来之后呢 我们需要的功能在哪里 一 有没有看到录制聚集 录完之后 就会放在这边聚集 所以录完之后 会帮你放到这里 录制的话 录制聚集有点像 你按下那个 录影键 录影的同时 就会自动把你所有做的事情 通通都记录下来 用什么方式记录 就是用程式 这就是VBA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怎么写的 1 我们刚刚彩排 卡瑟琳已经采排过了 我们确定OK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来做点事情 做什么事呢 录制聚集 好接下来他会问你 请问一下 你那个名称要叫什么 这个名称当然 我取一个 我确定一下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有录制的 然后呢 我又把它录完的结果 然后放到云端上面 我们就是 名称 叫这个好了 手机 号码 串接好了 名称可能比较长一点 那取中文名字没关系 他写程式这边都是 相容于那个中文 OK 但那打来英文也没关系啦 按个确定 确定之后 接下来 就开始 所有的动作 都会产生程式 一 我先把油标放这里 大方会写第一行 就是刚刚讲 Range 12.slate 第二个油标放置到边界 打勾 他会自动帮我把公式 写上去 也会录一行 就是把公式放到这个储存口里面 第三个是什么 向下填满 所以自动在填满 好 层次 聚集录制完成 也就是我们要把 选取 公式加上去向下填满 三个动作而已 然后呢 你就可以停止了 好 再来油标 再出来 再来什么呢 我需要第二个按钮 是把里面的这个要清除 清除动作一样 游标放这里 Ctrl 去向下 按Delete 有没有 1 选取 Ctrl 去2 向下 3 Delete 也是三个动作 所以 入第二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 名称叫什么 叫手机 手机号码清除好了 反正就是这个号码 OK 1 入字聚集 然后再来 就是给它一个名称 手机号码清除了 但你可以 多短一点没关系 反正 主要是 OK 好 第二个按钮 OK 按确定之后就开始了 所以请记得 你先确定彩排 不过录制机刚开始 你一定不熟啦 因为录制 没关系 录错了重录 名称取一样的 他问你要不要覆盖 你就把它盖掉就好了 所以NG 再录一次没关系 确定 一要不要放这里 二 Ctrl Shift向下 这里的话我是比较建议用快速键 因为如果你用选的 有的时候 他会 怎么样 你选範围有多选超过或者不足啊 他会变成很多 多余的程式出来 那如果你用快速键 他只会 帮你产生需要的程式就好了 OK Delete 好 这样就OK了 前提再停止录制 那录完两段的 在哪里 聚集里面 有没有发现 这边的话有第1个 第2个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执行的话 你就把这个 这每个执行 按下他 执行了 有没有 那如果你要执行第2个 执行 就OK了 但是 你想说在这边点 有点麻烦 如果你会想要怎么样 在 旁边 增加两个按钮的话 要怎么做 等下再看好了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因为 我怕动作太多 你们一下子可能记不起来 我再把重点提示 1 请你到这边 其他命令 把自定功能区 开发人员打勾 第2个的话 到开发人员里面的录制聚集 然后就把刚刚的动作录一遍就可以了 录制的话 我是建议 你原来的公式 不用清掉 就直接 有没有放这边 1点这边 2 打勾 打勾 再向下填满 看就第1个啦 第2个是清主 两个按钮 试一下 画面先帮给各位 录制聚集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懂得录制聚集的话 有些程式即便你不会写也没关系 因为呢 你可以用录制 那通常有些VBA程式 如果不会啦 你可以部分用录的 部分呢 再用修改的 所以你可能会一点点VBA 那会一点点 聚集的录制 其实呢 就可以做出很多的变化了 因为有些程式不会写 没关系 反正录一下 至少 可以把 成为聚集的连接 每个人的选择 都没有人 会有限定 这可以做出很多的变化 然后再来 再来 再来 我们下车 再来 这么多了 对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